我的懷孕數只有上升 因為我這次其實沒有抱任何的期待 天啊 寶寶 寶寶真的著床 很謝謝我的小孩 他有準備好 恩 要來找我 當他的媽媽 我懷孕啦 有點意外 但也有點開心 然後也有點不可相信 原來我真的成功了 很可愛 很像小叮噹對不對 他有一個1比1的身體 然後還有一個小元首 怎麼說喔 我剛剛突然 因為今天是第二次植入後的第一天回診 然後今天早上有驗血抽血 雖然今天還沒有辦法確定有沒有懷孕的事 但是剛剛陳說奇心傳訊息說 我的懷孕數只有上升 因為我這次其實沒有抱任何的期待 天啊寶寶 寶寶真的著床 我之所以會這麼感動想哭 是因為這個故事其實已經經歷了一段 我覺得說長不長 但說短也不短的時間 過程中最挫敗的我記得有一次 也是我第一次在院所裡面 從整間走出來 就哭了 因為那個月就是我吃了所有的 藥跟打了所有的針 最後就是取出來只有 一顆軟炮 然後裡面是沒有軟子 空包蛋 對 就是掛蛋 那種感覺真的滿挫敗的 就是 好像不知道這個月在為了什麼努力 我的意思就是盡量 平 平常心 好 不要讓自己情緒起伏太大 OK 好 好加油 謝謝 謝謝 兩條線 還滿明顯的 很清楚的兩條線 好可愛 開心 好像有感覺到寶寶的存在 就是 這個世子 我是植入第二次就成功 是非常幸運的人 然後也很謝謝我的小孩 他有準備好 要來找我 當他的媽媽 在這邊呢 我有幾張他非常可愛的照片 想跟大家分享 雖然他現在還在我的肚子裡 這張照片我今天特別選出來 因為是我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你們可以近距離的看他 很可愛 很像小叮噹對不對 他有一個1比1的身體 然後還有一個小元首 因為這個算是他在細胞分裂過程中 我終於看到一個像小小迷你小叮噹人形 感覺的一個他的樣子 這個是紀念我和孩子之間相遇的過程 雖然有點辛苦 中間也有一些挫折的感覺 但是這都是我跟爸爸 心甘情願為了要和你相約而做的努力 非常謝謝你來當我們的小孩 希望你可以在媽媽肚子裡面 健康平安的長大 我們很期待可以看到一個很可愛的你 和我們見面 我會想要看她 我會想要看她 誰在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